話說上星期五跟男朋友傾下班去哪行山 跟著手行看機票 就不小心買了即晚飛曼谷 星期一凌晨機回香港直接上班 就是這樣 48小時快時曼谷 GO! 差不多11點才起飛 入lunch吃飯再出發 到步叫Grab去酒店 大概等了十多分鐘就有車 下機已經點幾兩點 只是想快點check in 洗澡睡覺 上機前極速預訂了一間BTSAZOR站附近的酒店 住兩晚加早餐平均$700 酒店升級了我們的房間 一房一廳 光線都很足夠 架構了酒店自助早餐 試駕用GO!3S磁級掛聖拍攝第一人清視覺 解放雙手出去夾食 不過我未是很掌握到角度 不知道關不關女性的事 當機放在空前 視覺好像稍微向上 還有當我移動速度快 拍攝出來的效果有一點震動 有點暈 不過我用掛繩拍攝真的很方便 尤其是對我這些開機怕尷尬的人 細細部掛在胸口就不多 酒店早餐味道就正常了 吃完早餐上回頭震再出去 今天預約了下午兩點mukar按摩 先去Terminal21吃lunch 這間位於五樓出名吃咖喱蟹的餐廳 之前吃過都挺適合口味 要了炸蟹肉 冬陰宮和蟹肉煎蛋 炸蟹肉新鮮炸起醬汁很香脆 每次來都必吃 湯少許辣很開胃 煎蛋都不錯 又滿滿的蟹肉 前陣子買了新機 Insta360 GO 3S 帶來曼谷試機拍一下VLOG 這部機很帥 操作簡單 加個腳架就可以坐桌拍攝 還可以拍攝螢幕 無論是拍街景還是拍攝自己都很方便 這間在阿索站旁邊的macro按摩店 我們預約了兩小時的 Aroma Oil加Tai Facial療程 一人大約$630港幣 店內大地色系的妝環 簡潔舒適 按摩前職員先送上毛巾 米餅點心和熱茶 先填寫按摩調查表 選擇按摩的力度 需要加強或避免按到的部位 最後選擇按摩油 我選了婚衣草眉 被安排雙人房間 有私人浴室 提供洗澡液、洗頭水 環境乾淨 按摩員有芒果、糯米飯和熱茶提供 10分滿分的話 我會給macro8分 這裡的療程價錢小貴 但服務和環境衛生都不錯 按摩力偏柔弱 Facial都舒服 包結面、按肩頸和複面膜 按摩店也提供免費的區內酒店接送 需要提前預約 做完Facial回酒店化妝 讓大家看看這次快閃大了些什麼 兩個人分享一個手提搭 兩套衣服 睡衣 內衣褲 化妝袋 藥用品袋 藥用品袋 縮骨傘 男朋友的髮泥 製品 還有紙巾 今天在Terminal21 這家Eve & Boy 藥妝店 買了一個胭脂唇膏 適合我的小小支帶去旅行 還有這支用開的Mabel鏈折毛膏 都只是99匹 這個是泰國本地品牌Lemon Meat 最熱買的是3號色Strawberry Yogurt 印少許在手背 然後塗上面掃開 這顏色都比較自然 塗多一點都不會太紅 最後塗上嘴 搞定 去吃東西 每次來唐人街都會光顧T&K Seafood 老實說環境衛生是媽媽 但這裏夠風味 吃過幾次都沒有不舒服 這裏只是開晚市 晚上坐外面都不會太熱 說回我的蝦 一碟有6隻 每次來我都要吃夠一搭 它未至於爆高 但燒得夠熱 肉亂 點酸辣醬食 完美 下一餐又來吃這間 位於Mini Bix 前的鴨湯粉 一碗60匹 吃完正餐點少的甜品 向照巧克力煎餅 姐姐即叫即煎 煎得很脆口 也很邪惡 如果不是減肥肥 我應該會吃夠兩份 今天12點checkout 酒店吃完早餐就出去 預約了午餐去Gurper 還有時間才去附近的Coffee Club 喝杯咖啡 這間餐廳之前吃過幾次 牛扒和松露鵝肝意粉都正 平日晚上座無虛值 一定要訂桌 今次下午來就沒什麼人 叫了個芒果牛油果沙律 和400g的澳洲和牛扒Share吃 牛扒配蒜頭 海鹽和牛油醬 份量都挺大 我們叫了Medium Rare 燒得剛剛好 肉質好嫩 不加任何調味吃都好有肉香 我個人就喜歡點少少海鹽吃多過牛油醬 因為醬有少少搶過了肉味 吃完了只是兩點多 我們班機是凌晨三點 所以叫了Grab去Central World走走 順便去Bixy買些東西 走到四點又去吃東西 男朋友想吃水門雞飯 Bixy走過去大約十分鐘 超熱超曬的一天 我不想吃飯 叫了冬陰宮湯米 有魚蛋肉丸炸雲吞皮 都不錯 走到差不多就回Terminal21附近 看Google Map 隨便找了一間酒吧喝東西 Belgar Rooftop Bar 是比利時餐廳 位於Sofotel酒店頂樓 想不到walk-in屋還可以坐到露天位 還要剛好看到日落 今晚預訂了8點半 Terminal21間Nest Relaxed On More 去商場吃完晚餐就差不多 試吃這間人氣雪麵 叫了和牛米和烤牛肉丸 泰奶茶挺好喝的 船面我選了中了 都挺重厚味 但就沒什麼特別 性價比翼不算高 未夠鐘去機場 又沒地方想去 最好就是按摩才上機 我們預約了165分鐘的Full Spirit套餐 包身體磨砂 Aroma Oil和Food Massage 環境妝環雖然沒有Mekra那麼漂亮 都乾淨企理的 按摩完有免費的芒果糯米飯和熱茶 10分滿分的話 Lex Relax我給7分 技師手勢好多位 力度適中 但我就不太享受磨砂的部分 好冷啊 還有周身沙灘在床上感覺很不自在 不過值得讚的位置 是磨完沙去洗澡 沖完出來 技師準備了熱薑茶給我們喝 馬上溫暖了 48小時 快閃萬谷話 這麼快就到尾聲 又是時候準備明天上班 好久沒搭過凌晨機這麼扯 能夠在結婚前 和男朋友這麼即興買機票去旅行 突骨吃東西 整件事很青春 泰國 希望我們很快再見 請問我 請問我